绿帽Kim贾乃亮,过了四个月终于出生了。他竟然说:"网民,加油!" 哇哇哇!闹得全程沸沸扬扬的出轨新闻,男主角贾乃亮终于出生了。 一直以来深爱着老婆李小璐的她,为了让孩子以及老婆能过上更好的生活,而用尽了权力在事业上打拼,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痛彻心扉的背叛。 李小璐2017年底被拍到和PG1过夜,先洗出轨一云,四个月来都没有更新微博,也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,终于在7日时留下了三字,立即登上微博热搜。 贾乃亮更博热搜。 贾乃亮更博热搜。 贾乃亮7日更新微博写下,今晚见!并配上最新作品是炎炎少白一角的宣传图,短短三个字却在微博引起热烈轰动,这是因为她已经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没有更新,就让她更新。 就连4月12日迎来34岁生日时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这次终于为了新系更新让粉丝十分激动,作为粉丝,想给你说谢谢你辛苦了,在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时间里,一直默默坚持住自己热爱的事情。 你一直都是我心里最骄傲的,爱你,亮哥,终于等到你,工作辛苦了,照顾好自己,贾虫永远爱你。 贾奶亮微博全文。 事实上,李小璐在2017年底被拍到与饶蛇歌手PGONE勾手,过夜,外遇流言四起,老公贾奶亮从一开始力挺,甚至在跨年当晚玩合体表演,秀恩爱,却在事隔不到一个星期,在微博上发掌文,被视为默认婚变,让传言更加深。 不过后来两人所属的经纪公司均发表声明否认离婚仪式,要粉丝放心。 而李小璐在贾奶亮34岁生日时,一到零点就准时送上祝福,虽然仅是一个小蛋糕符号,没有更多文字讯息, 不过粉丝都晓得是在为老公庆升,而贾奶亮也在凌晨6点多时,按赞者则微博贴文。 这是夫妻俩在闹出轨婚变风波后,首度公开有互动,被视为破冰一大迈进。 李小璐生日送祝福,贾奶亮点赞。 李小璐在贾奶亮34岁生日发文祝福。 未经纪Ы 第一次unkárias 很多工程计处理 召集出香港有数目的